欢迎回来 徐郎家普昨晚枪声大作 一名男子中了几枪 来不及抢救横子街头 初步调查发现 死者生前有12项案地 涉及毒品和暴力犯罪 八成北区警区主任 韦在野今天发文告指出 昨天晚上10点35分 警方接获投报 赶到寒沙阿朗道 双层电屋外的案发现场 居民声称 当时听到了多声枪响 而案发地点附近 还发生了一起车祸 当局援引刑事法典 302谋杀条文立案调查 目前还在调阅毕露电视 寻找目击者厘清案件 同时也呼吁知情的民众 主动到附近警局投报注查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阳大臣